亿万富豪不幸离世 可他的家人却乐开了花 因为他们都将因为巨额遗产 积身富豪行列 但老爷子并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一分钱 而是将遗产全都留给了 最不受待见的孙子 老爷子生前是个商业天才 但却对家庭教育一窍不通 到死的一天 儿女们都没对他有丝毫感激之情 而孙子小帅对这个爷爷 更是连骑马的尊重都没有 葬礼上还开着跑车轰鸣而来 差点把爷爷的补灰都震掉了 原来小帅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传言就是他爷爷害的 所以他对爷爷充满了憎恨 他并没有奢望领到一分钱遗产 但临走前 律师却单独留下小帅 给他放起了爷爷的录像 原来老爷子也觉得对小帅亏欠太多 但又知道他是个纹固子弟 直接给他遗产肯定是害他 于是准备了一系列挑战 只有通过才能得到给他准备的领悟 而中途放弃或挑战失败 则什么也得不到 律师交给他一张机票 让他明早七点飞往休斯顿 而小帅则是一点也不想去 正常人谁七点起得来 但女友却对爷爷口中的礼物充满好奇 说不定是一大堆黄金呢 有道理 于是第二天一早 小帅就在警察护送下来到了机场 一上飞机就习惯性地坐镜头等舱 顺手还拿了杯香槟 但却被工作人员一把夺过 告知他是经济舱的打折机票 而且无法升级 就这样小帅坐上了人生中第一次经济舱 一下飞机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找到小帅 原来他是爷爷生前的好友格斯 格斯把他带到自己的农场 一下车格斯直接安排上了他的吃住 小帅一脸懵逼 我的礼物呢 而格斯只是笑笑不语 第二天早上五点 见小帅迟迟不肯起床 格斯就直接电机干涉 他把小帅带到农场教他打木桩 告诉他没打一根就能挣一美根 当年他爷爷就是靠这个正的第一筒金 可小帅这个富家子弟 怎么可能为了一美元干这种铁硬磨 干脆整着木桩睡起了大脚 老头也不管他 爱咋咋地 只是每天按时送他过去 小帅实在无聊 只能胡乱打木桩 想赶紧打完回家 但他打的木桩歪七女八 格斯直接一把全部拽倒 这家伙给小帅起的 没有办法 小帅只好认真了 以后他每天起的比格斯还走 严格按照步骤操作 一直认真工作到天黑 终于在一个月后 他打出了一排一眼望不到边的木桩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格斯的认可 把他送回了机场 回到家 小帅问律师礼物呢 律师告诉他 小帅急了 你们耍猴呢 说着就要退出 律师一看你要退出 好啊 遗产作废 小帅只好屁颠屁颠跑去讨好律师 律师则告诉他 惊喜往往都在后面 小帅只好怀着期待的心情回家 到家一看 真是惊喜他妈给惊喜开门 惊喜到家了呀 这个男人上一秒 还是家常万贯的富三代 可现在却身无分稳 顶级豪宅直接被收回 超级跑车也被拖走 这一切都是他死去的爷爷搞的 原来这是他要得到遗产的第二个考验 爷爷告诉他 只有你精力一无所有 才能看清这世间的冷暖 并要他在月底之前 带一个真正的朋友回来 小帅直接找到自己女友 两人在高级餐厅点了平82年的拉菲 结账时服务员却说他的卡被冻结了 小帅只好尴尬地让女友付一次账单 可女友一听竟然哭了 你居然没钱了 白白的您呢 多么现实的妹子 随后小帅只好到处打电话跟朋友借钱 可朋友一听小帅破产了 纷纷避之不及 随后小帅找到自己妈妈 可妈妈也不愿借钱给他 原来遗嘱上有交代 谁都不能借钱给他 不然就无法得到自己的那份遗产 没有办法 小帅只好睡在私人泳池边的躺椅上 但却被保姆用马桶刷直接打了出来 随后他又来到公园的长椅上 可流浪汉却说这是他的椅子 两人谁也不肯让谁 流浪汉说我们抛硬币决定吧 可两人摸遍了全身 愣是一个怎没找到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拿出一枚硬币 小帅顺手一抛 流浪汉顺手一接 然后转头就跑 小帅很无语啊 原来自己这么好骗 就这样小帅在长椅上安了假 日子一天天过 眼看就要到期限了 可小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这天小帅醒来 发现流浪汉竟然在抢小女孩的食物 他一声呵斥 小帅的经历后 小女孩决定帮助他 做他的朋友 可律师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一脸的不幸 问他是被威胁了 还是跟他达成了什么交易 可小女孩却一句话 让律师哑口无言 律师只好给了小帅一张支票 小帅以为自己终于又变成了有钱人 拿着支票就赶紧跟律师说再也不见 但打开一看 小帅又老老实实地回来了 原来那只是上个月 农场打工的1500云工资 而他的第三个任务也来了 鉴于他之前对金钱的价值没有任何概念 发钱毫无节制 所以老爷子让他把这笔钱 用于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小帅首先找到流浪汉 觉得他应该比任何人都需要帮助 于是大方扯出100美元 可流浪汉一见小帅 吓得丢下东西转头就跑 原来这家伙偷了别人的东西 捡起来一看 正是之前的那对母女的 里面还有一堆医院的摧废通知单 这才知道小女孩换上了重笔 来到医院一看 发现小女孩头发早已经掉光了 一脸憔悴地躺在病床上 问了他妈妈才得知女孩是白血病 天价医药费让他无力承担 母女的情况让他第一次感到眼睛发酸 于是他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1500 帮忙补交了一部分账单 为了能继续帮助小女孩 小帅要求赶紧进入下一个挑战 他现在已经有了工作 朋友也知道了钱的价值 现在他还需要有个家庭 于是下一个任务 就是带一个亲近的人回家不感恩紧 小帅找到小女孩 可小女孩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他担心妈妈以后没人照料 竟然打起了小帅的主意 这个女孩患上绝症命不久矣 却还担心自己走后 妈妈孤苦伶仃 竟然跟小帅说她跟妈妈是天生一对 小帅一愣 好家伙 我把你当朋友 你居然想让我当你爹 没办法 小帅只好答应带他妈妈回家过感恩节 可习间家人们口中毫无感激之词 反倒是对小帅将要继承遗产知识 炒得不可开交 甚至要将他盗上法庭 小帅对这个毫无温度的家庭失望透顶 愤然离喜 下一场挑战是要去非洲寻找学习的重要性 那是他父亲工作 也是遇难的地方 他在爷爷建的图书馆里当起了图书馆理员 但图书馆却是以他的名字命的名 这天 向导把他带到当年发生意外的地方 告诉他说 他父亲遇难是因为厌倦家族生意 自己偷偷开飞机跑路发生的意外 小帅这才知道 自己一直错怪了爷爷 内心痛苦不已 但他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身陷危机 一群劫匪把他关进了小黑屋 准备拿他换取高昂赎金 但一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天劫匪把他拖出去蒙上眼睛 然后上膛拉拴 一阵突突 小帅被吓懵了 缓过近来才知道原来今天是圣诞节 劫匪只是名枪庆祝 趁着劫匪醉得不省人事 小帅偷偷溜出了小黑屋 跑到一半 突然想起还有向导老哥 一把打倒看守的绑粉 带着向导一路逃了回去 通过这一路的冒险 小帅终于明白生命有多么重要 回国之后 他第一时间来看了小女孩 此时小女孩病情又加重 为了给他补上错过的圣诞节 小帅带着母女俩来到格斯家里 格斯亲自把房子打扮成圣诞主题 终于小女孩如愿以偿 过上了他生命中最完美 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 晚上 小帅又收到爷爷的认诺 爷爷说人要有梦想 现在是他追逐梦想的时候 但小帅之前过得只对金尼 哪里有梦想 他找到小女孩 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小女孩说 我的梦想是我们三个人永远在一起 你和妈妈相爱 你们也爱我 现在他正在实现 小帅深深被触动 他告诉律师 他的梦想就是帮别人实现梦想 看着蜕变的小帅 律师给了他一张一亿美元的支票 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再一次变成有钱人 小帅不再只对金尼 他全心全意投入到 自己的公益事业当中 不久后 一个3.5亿美元的 艾米利之家设计完成 只在帮助那些身患绝症 但又没钱医治的家庭 就在此时 小女孩的妈妈接到了一个噩耗 他们立刻赶到医院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遍 小女孩已经走了 她再也无法亲眼看见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艾米利之家路程 小帅悲痛不已 而小帅甘愿拿一个异作公益 也超过了爷爷设定的界限 所以他有资格完全继承他的遗产 而小帅此时显得淡定了很多 因为经过这么多考验之后 他从一个顽固子弟变成了上进青年 他明白了金钱的价值 拥有了珍贵的友情 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也明白了生命的珍贵 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 小帅懂得了付出 学会了感恩 也拥有了自己的梦想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考验 只要细细体会 我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礼物 本期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蜜瓜 我们下期见